补充补充 然后小爪子 有人可能特别好奇 这小爪子到底是几指 为这个事我还真查了一下 动物的书 动物书上面写的 前爪是四指 后爪是五指 但是我们画的时候 不一定说把这个都给露出来 因为是侧面看 所以是三十四无所谓 这是第一个 下面我们再调墨 重新调墨 调中等墨色 尖上来一点浓的 可以让它稍微近一点 一二三 然后紧接着 不要再去调 四五六 再加一点浓墨 行了 紧接着 我们画的如果熟了以后 就可以稍微快点了 这是一个圆 然后一个大的腰 过来 再补充一点 然后就用这个篮 这儿补一点 然后 要有一个尖 不要给它画旗了 让它有变化 让它有变化就好了 远处的 这个胳膊呀 可以稍微虚一点 虚一点 这个呢 往前一点也行啊 有前有后 然后 用小笔 补一下 然后眼睛 点出来 这个眼睛呢 要两笔出来 上面 露一个高光 小鼻子 要突出 然后 一二三 一二三 可以了 这是最简的 这种办法 这个是一定要 衬湿啊 衬湿 让它融合在一起 好了 两个松鼠画出来了 两个松鼠呢 不要平行 这是合 咱们中国话里面讲 叫开合 这是望一块 越靠越近 我们为了省时间 在补景上 可以呢 补得比较简练一些 比如说今天我这儿啊 这边 画一些枝子 好 下面呢 我用这个白云笔调 鼠红 调得比较浓 如果说水分大了 在边上 给它刮一刮 然后尖上 再弄点腌制 注意到它的疏密 和错落的关系 有近有远 如果平了 平了以后 我们可以给它 稍微破一破啊 补一补 这就行了 有密 有疏 有错落 有的是一个 有的是两个 有的是成组更多一点 这都可以 好了 也就够了 还是刚才 这支小笔 有些地方的支 再给它稍微提一提 让它有所变化啊 有时有虚 不一定都画得非常实 好 这幅画呢 基本上的这个 果儿已经出来了 但是都集中在这儿 太过于集中了 我们还可以在这些地方 给它添点 在近处 零零散散的 这样增加了画面的 这种变化 我们也可以把它 加上一个啊 它已经拿到了 把它的爪子露出来啊 好 下面呢 咱们把这张画 染一染 这张画呢 画了一些海棠 为什么没画叶子呢 这是冬天的海棠 这样啊 把盘子里面呢 调一点花青 您看我已经拿起了 一个小刷子 我们在这儿染一染啊 染一染 注意把它该空的地方 要空出来 这边就可以压上了 好 这个不一定要染到它身上去啊 把它空出来就行了 下面呢 也不要弄得很齐 这个花青啊 一定要很淡很淡的 中间掏着画画啊 掏着画画 有这个添了 把这个染成以后啊 把这个血衬出来 把这个血衬出来 也就可以了 把块提升 块落在这儿比较合适 最后呢 这儿盖上明张 这儿压一个角 这个角需要压住 所以用英文 这张画呢 以墨为主 然后呢 以色为辅 这个果呢 画的颜色比较亮 然后又有这个 淡淡的花青 在这儿陪衬 所以呢 这两个呢 非常和谐 中国画的特点就是这样 以墨为主 以色为辅 但是在关键的地方 这个颜色呢 该亮 还是得亮 要让它有一种 又有线条 然后又有润的 这种感觉就好了 松鼠非常可爱 如果说它非常活泼地 出现在我们的画面里面 会增加很多的情绪 希望大家把这个画松鼠的方法呢 通过我们这一课 好好地去掌握起来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